公元前119年5月 已经在漠南河系之地 对匈奴取得绝对优势的汉武帝 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 攻击漠北 从规模上看 这次的漠北之战 超出了以往任何一次的战役 直接投入战斗的骑兵 多达10万 马蹄14万 为之运送粮草 衍生补给线的步兵数量 达到数十万 在原计划中 这些出征的汉军 达至本分为东西两路 一路由魏清统领 另一路由刚刚在河西 立下齐功的霍雀病统领 在这次的行动中 霍雀病的任务非常明确 就是直接攻击蚕鱼本部 对匈奴帝国实施斩首行动 汉武帝最初拟定的作战方案中 霍雀病原本负责西路战士 按此路线出击 霍雀病能够快速地抵达 蚕鱼所在的斯伦格和流域南部 至于魏清 他负责的是东路 也就是左先王部的势力范围 然而 就在汉军准备 一计划出真实 已经意外打乱了部署 根据匈奴俘虏的供述 此时蚕鱼并不在本部 而是在东部左先王的领地 对异性想斩首蚕鱼的汉武帝 和霍雀病来说 调整计划势在必行 于是霍雀两军的攻击方向 也随之对调 从战术上看 东西两军汉军 是完全独立作战的方面军 如果一切顺利 卫星率领的西路军 与霍雀病统领的东路军 将在分别跨越了 杭爱山和肯特山后 会是与两山相对的南部缺口 即匈奴缠于本部的牧场 这次行动中 西路汉军 从大金山南部的定香郡出击 汉军主理出战后 最初 隐阴山北草原向西推进 轻缴匈奴 在这一地区的残余势力 不久 卫星发现 之前的情报呀 可能是匈奴人 故意散布的假消息 因为在北行千里后 他的正面敌人 竟是缠于轻率的匈奴主理 卫星得知正向后 施喜施忧 不得而知 但即便知道自己面对的是匈奴主理 他仍没有理由停止北上 卫星穿越戈壁的路线 与莫乃之战相同 但这次 他不会止步一副养居山 而是必须继续北上 翻越航爱山 进入斯伦阁和柳域 在汉人的兵法中 攻击一支陆河部队的最佳实际 是他半渡之际 即 一部分敌军 刚上岸 尚未布阵 另一部分还在渡河时 对匈奴来说 蒙古戈壁相当于是一条大河 这边纵深千里的荒漠 赋予匈奴更大的战产选择空间 他们无需等待部分汉军 塌上墨北草原后 在半渡机制 而是可在戈壁北部集结兵力 等待已经被恶劣环境 直摸多日的汉军自投罗网 从地理结构上看 戈壁的北部边界 应该是戈壁爱尔泰山 这片爱尔泰山脉 在东部的延伸 海拔和规模不足 山体间宽阔的断裂带 更使得戈壁环境得以渗透 真正能够阻挡戈壁环境的 是爱尔泰山北部的杭爱山 在汉帝国征服匈奴的记录中 这条与爱尔泰山平行的山脉 被称之为燕染山 在杭爱山与爱尔泰山之间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盆地 这里便是匈奴右翼的核心区 大湖盆地 由杭爱山向东南延伸的羽脉 与戈壁爱尔泰山脉 所围成的这片低地 我们可以称之为湖谷 湖谷地区 以大湖盆地的地理差异 体现在水系结构上 大湖盆地中 爱尔泰山与杭爱山 共同为低地区的大湖供水 而湖谷地带 则主要依靠杭爱山东南路的水源 这里有六条主要河流 从杭爱山流下 每条河在低洼处 形成了一个小湖 这种单面供水的特性 使得湖谷越往南部 越呈现荒漠地貌 而靠近杭爱山的区域 只被覆盖更好 从地缘角度看 湖谷的杭爱山一侧 就是墨北的起点 如果汉军踏入杭爱山腹地 便意味着进入了墨北草原 因此 无论是出于军事防御 还是遇敌于外的考虑 匈奴主力 必然会在杭爱山南集结 等待汉军的到来 这也使得湖谷成为西路汉军 与匈奴长御部交锋的战场 纵管整个湖谷 最具生机的地方 是这几条河流及其中端的湖泊 无论匈奴还是汉军 穿越这片荒凉地带时 都须沿河谷行进 那么在这六条河谷中 究竟哪一条 最可能成为交战之地呢 当卫星率领了西路汉军 北穿古尔班塞海安山后 将抵达戈比安尔泰山 最北部的山体 郡基山 因为戈比安尔泰山的断块结构 郡基山分为东西两部分 东郡基山与西郡基山 两山间的峡谷 成为了天然通道 在汉兄战争中 汉军曾多次穿行于此 如果峡谷北侧 恰好有一条 从河岸山路南下的河流 那这条河谷 便具有重要的军事和交通价值 北出郡基山的汉军 很快的在西侧 进到一片陆从深的湖泽地带 为此湖泽蓄水的河流 成为推河 汉史中宁为姑且水 从后来的历史看 姑且水成为此时匈奴主力 阻击卫星部的地点可能性极高 29年后 汉武帝派外戚 离广利远着墨北时 匈奴禅于 也曾撤至森乐阁河流域 将主力乘于好岸山南 姑且水畔等待决战 然而 姑且水并非是唯一可穿越湖谷 抵达郡基山路的河流 以郡基山为参照 姑且水对接的 是郡基山中部的山口 如果汉军沿郡基山路 继续行至郡基山与爱尔泰山 主脉之间 他们会看到湖谷中最大的湖泊 邦茶甘虎 似乎在西汉战争史中 未被提及 但东汉史 以思取比蒂海之名 出现在灭北匈奴之战中 与之对应的河流 为发源于好岸山中部的 拜达里格河 汉史中称为匈奴河 郡基山与爱尔泰山 东部相对应的山体 称为捉血山 两山之间的山口 称为捉血行 若卫星部由捉血行 进入湖谷 他们将沿匈奴河北上 至好岸山中部 再巡路 进入斯伦克河流域 尽管匈奴河 多次出现于汉凶战场 但此次卫星的目标 并不需要升入湖谷府地 除上述两条河外 汉军还有第三个选择 沿富阳区山北上后 汉军无需进入禁区山区 即可在北方 找到一条通向 河岸山东路的河流 汪金河 从地理结构来看 汪金河发源于 河岸山东路 向东湾居成湖线 随后流向郡基山东 然而 还未抵达郡基山路 并在郡基数十公里处 汇聚成一个中端湖 乌兰湖 作为湖谷最东色的地表河流 汪金河在网东 便是已望无稽的蒙古中央戈壁 落去借山市和水系同行 汪金河与郭尔班塞寒山一线 成为绕开戈壁府地的最佳选择 为清步穿越富阳区山后 可迅速地转进乌兰湖 沿汪金河树流而上 至河岸山东路 这条路线还有一大优势 即可以绕开河岸山 直接迁路其北路 进入斯林格河流域 此时 汉军与吴须 升入斯林格河流域中下游 更无需北境至贝加尔湖一带 因为无论在匈奴时代 还是后来的其他草原帝国 蒙古高原府地的 斯林格河流域地缘中心 始终位于流域的南端 即航岸山与肯德山之间 贯穿肯德山与航岸山南端的主河流 是斯林格河流域的中心干流 厄魂河 根据这条路线 若卫星部通过汪金河 绕至了航岸山北路 便能迅速地转进厄魂河谷 进而攻击蚕鱼本部的墓上 即使蚕鱼已撤之了肯德山路 此举也足以对匈奴造成重大打击 如果或许并此时 翻越了肯德山 攻入鄂尔魂河上游的图拉河 两军将形成东西河围之时 牺牲整个鄂尔魂河流域上游 然而 匈奴自然不会坐以待毙 他们的战略是诱敌深路 一代老 此时 集合中右两续精锐的匈奴主力 可以迅速地集结于翁军河畔 他们甚至能让汉军从富阳居山出发 向汪军河谷推进时完成布阵 因此 可以推测 汉兄两军的交战地 就是位于今天蒙古国南戈壁省 与中戈壁省接染的汪军河一带 不过 兄的未曾料到的是 汉军 用战略准备充分 加之稳步推进的衍生补给线 使得他们面对的 并非是一支疲惫不堪的军队 魏清虽然不像霍绝病那样 打法凶悍 但同样难以对付 即便在草原上 魏清部依然能够发挥出 汉军防御技术的优势 这一切主要得益于 五缸车的使用 这些载满粮草军械等自凶的战车 不仅是远征墨北草原的重要工具 也是汉军在旷野中 对抗游牧骑兵的重要依托 战术上 汉军将五缸车 缓列于军营外围 利用车辆携带的重弓弩等远程武器 在匈奴进入射程后 抢先发动攻击 由于机械助力的优势 汉努的射程明显优于匈奴工 即使匈奴骑兵 突破剑雨冲直阵前 战车缓列构成的防御攻势 也能在短兵箱街中 帮助汉军取得胜利 魏清在墨北之战中 采用了已经制动的战术 后来成为汉军远征匈奴的标准战法 然而 对于屡次在草原上取胜的汉军来说 他们不会仅依靠防御获胜 此时的汉军 在马匹与骑兵数量上 以足以与游牧骑兵决战于草原 不战后 魏清派出了5000精锐骑兵 引击匈奴主力 而匈奴则派出了1万骑兵迎战 从先锋数量上看 汉军并无优势 但有军阵作为后盾 汉军并未指望着5000骑兵直接取胜 而是通过接战 将匈奴引入军阵的射程范围 正当双方击散在即时 意外发生 一场突如其懒的杀战暴 席卷战场将双方困于其中 习兵完全无法看清对手 更别提作战 匈奴计划 在沙尘炮平息后再发动攻击 而汉军则利用沙尘炮的掩护 将部队分为左右两翼 包抄匈奴主力 当沙尘炮散去时 汉军与着匈奴形成了三面包围之时 在没有依托的野战中 包围圈的胜算并不总是确定 但汉军这次 凭借出其不意 与强大的战力压制了匈奴 匈奴禅于在接战前 便因恐惧汉军的实力 刷数百星际 也蒙军河向西北方向逃跑 禅于的出逃 实际上宣告了匈奴的失败 然而 凭借游牧齐别的个人战斗力 及环境的适应能力 在后续的混战中 汉军双方的人员损失大致相当 最终统计显示 西路军在漠北之战中 斩获匈奴19000余人 这一数字虽然令人瞩目 却未能对匈奴构成致命打击 由于汉军与匈奴主力决战的损失相当 在以战功论英雄的汉帝国 此战结果并会显著地提升西路军的攻击 魏京又想能够大胜而归的关键 在于提升战果的质量 比如 俘获匈奴禅羽 在混战中得知 匈奴禅羽逃遁后 汉军连夜派出亲戚追击 魏京主力随后跟进 但追之二百里后 依然未能发现禅羽总继 在斩首禅羽的计划 几乎无法实现的情况下 魏京所率的西路军 需要一个明确的目标 来指引下一步行动 通常情况下 以游牧为主的匈奴人 并没有集中储备粮草的习惯 但这次 禅羽的想将赵信 却帮助匈奴人 完成了一次物资储备工作 赵信 这位曾是汉将 如今深受禅羽信任的助手 不仅将农根民族的防御理念 带路墨北 还在禅羽亭以西的一条山谷中 筑起了一座城 储存匈奴收集来的粮草 这座一山而建的城 被称为赵信城 其所一之山 则名为田岩山 当汉军无法与匈奴主力 再次决战时 夺取匈奴人的自重 并成为一个现实且重要的目标 从地理结构来看 赵信城距离禅羽亭 所在的恶魂河上游河谷 约130公里 这一旋址 升落好爱山腹地 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汉军在由翁军河谷 北上进入恶魂河谷后 尽管未能在 残余层住墓的地方有所斩获 却因此得知了赵信城的位置 他们只去沿海山北路 向西推进约300汉里 即可到达匈奴人 储备粮草的地点 史料并未记载 汉军攻取赵信城时 发生激战 事实上 让没有铸成守城传统的匈奴人 仓促的建成 本身就极不靠谱 在前方主力溃败的情况下 赵信城的守军 很可能在汉军抵达前 就以四散而逃 因此 赵信城 几乎是并不血刃地 落入了汉军手中 成为魏清西路军此战的终点 从战略层面看 进入行岸山分水岭以北 已经达成了公路墓北草原的目标 然而 在旧地取食 并休整一天后 魏清选择烧毁剩余粮草 率军班师回朝 这一选择其实可以理解 汉军的补给线 已延伸至千里之遥 若匈奴又一部落 从湖盆地 组织兵力进行包抄 汉军将面临极大风险 然而 这种稳健而保守的做法 也导致魏清在后来的汉军体系中 被边缘化 与此同时 同样出征的霍绝病 以他独有的激进打法 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战果 预知霍绝病的战况如何 敬请关注下期内容 我们下期见